杨贵妃真是身材,放到现代也是女神级别,为何会被说成肥胖? 现代人吃荔枝的时候,难免会想到一起红尘飞的笑,无人知识荔枝来的诗句,尽管杜牧这首诗是暗访唐玄宗的昏庸无道,但同时也凸显他为了讨好杨贵妃,竟然不惜动用紧急文书的快马,可见杨贵妃在唐玄宗心中的地位。 然而说到杨贵妃的美貌,大诗人李白曾有云响衣裳花响容,春风福建洛华农的妙词,但很多人都说杨贵妃是个胖子,因为唐朝时风气比较开放,而且当时以胖为美,跟如今人们以瘦为美是完全不同的。 肥胖是一个女人的致命弱点,然而杨贵妃定然是极美妃,否则唐玄宗不会被他迷入,他们二人的爱情故事因为白居易的长汉格文明。 可惜,这一对苦命鸳鸯在安室之乱后,双方阴阳两个,而杨贵妃死后,当时民间突然流行贵妃图,化贵妃图的是当时的文人默克。 但很多人是没见过杨贵妃的,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画出来,这些图中杨贵妃的形象基本是偏肥胖的,于是后人渐渐地以为杨贵妃是肥胖的,加上唐朝以胖为美,便形成了后人对杨贵的印象。 然而杨贵妃的身材真的那么差吗? 可惜史料中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过杨贵妃的身材,但有也只传闻,说杨贵妃身高为164厘米到168厘米之间,体重大约为110斤到140斤之间。 这样算来也不算重吧,比如今许多女性身材还要好,就拿现代来说,女子有160以上都算高的了。 小边身边的女性基本都是160以下的,而超过165以上的身高,就可以算女神身材了。 一个160以上的女性体重110斤也不算重,如果达到140斤才的确就有点重。 但想来杨贵妃不至于到140斤,毕竟从110至140这个范围还挺大,大约它应该是120斤吧,加上160以上。 身高,这种身材放到现代,也跟杨幂、范冰冰等差不多,属于女神级别的。 为何后人会流传杨贵妃肥胖的消息呢? 肥胖是一个女子的死穴,而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,所以后人总想黑化她,但她毕竟是皇帝曾经宠爱过的妃子,所以,只能以肥胖之名夹在她身上,从而让这些道貌黯然的文学家,得到一丝快慰。 其实,唐朝的安史之乱,不能怪杨贵妃,最应该负责的,应该是唐玄宗本人,但古人的思维,都以红颜或水为根基。 一旦男人出现什么错误,一般先从女人身上找原因,如果能找得到那就是女人的错,然后把女人解决了,问题也就解决了,杨贵妃就是这样被害死的。 所以,杨贵妃被后人说成肥胖,有很大程度是诬陷,实际上,杨贵妃就算穿越到今天,单凭身材来说,仍就可以称得上女神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